感恩大家 感恩主耶稣 給了我這麼好的機會 可以跟這麼多的弟兄姐妹們 分享我人生中真正的第一個聖誕節 我的感受 之前大家都看到我 我也是步入中年的人 我當然有過過很多世俗上 幾十個的聖誕節 但是之前的聖誕 在我的眼中就是 到處都是紅色的花 有很多的燈 大餘大肉 很多的禮物 很多的祝福 到底禮物是什麼呢 我真的不明白 因為真的很多個節制沒有什麼區別 到底祝福是什麼呢 我也不明白 比如說新年快樂 聖誕快樂 情人節快樂 甚至端午節都快樂 我鬱悶了 但是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的那個哥哥聖誕 只有在今天 才是我人生中 過了真正的聖誕節 我也希望很多的弟兄姐妹們 從今天開始 特別是海朋友 來個主 來個主 擺抱中的弟兄姐妹們 從今天開始 在明天那 今天 你也可以告訴我們 今天是我真正的聖誕 聖誕節 因為我是三月份洗禮的 洗禮之後 慢慢的感受到了主對我們的愛 感受到了 牧師師母對我的關懷 弟兄姐妹 勝過家的這種愛 然後他也慢慢的 軟化了我 金箍的心 軟化了我已經被傷害的 並抵凝傷的身體 哈利路亞 非常的感激 照顧我們的主 能夠改定我的人生 神在我的人生中 有過這麼一個快樂的聖誕 聖誕節 其實記念的是什麼呢 聖誕節 記念的是 道主入生的 基督耶穌 聖誕節 記念的是 為屬我們的罪 神明的救主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沒有流血 就沒有救贖 沒有基督耶穌 懶到世上 也就沒有蛇身 救人 這樣子的一回事 基督耶穌 他本來是一個 至高 武善的徵者 他是創造了 這世界上的 萬物 的萬物 所有的犬命 所有的榮華富貴 所有的喜怒哀樂 都掌握他手上的 這麼一個偉大的人 但是他為了我們 他出生在 卑微的馬巢裡 為了我們 他生活在 貧窮的木槿家 因為他只有 他貧窮的 這種身份 他才可以把 福音傳給 內心 貧窮的人 我們都是一群喜樂的人 因為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而給了我們平安 十字架的重心 就是神的愛 他用他的大愛 他用他至高無上的 最無視的愛 來愛我們 每一個人 因為他的 因為他的付出 因為 因為他的這種 救贖 才使我們得到了平安 因為 因為信他 他才使所有信他的人 等到了醫治 神愛的弟兄姐妹們 聖誕快樂 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現在知道了嗎 我懂的 聖誕快樂 指的就是 從信主的那天開始 我們就養你的黑暗 等到了死的 聖誕快樂 就是說 我們從一個有罪的人 變成了一個 全新的生命 在這個全新的生命裡面 我們可以畫上我們 平時理想中 最美妙的圖案 聖誕快樂 就是用 動動我們的入身 變成 清清旺旺的耶穌的嘴 讓我們的愛 讓耶穌基督的愛 通過我們的嘴巴 傳達給身邊 還在懶惰中 掙扎的人 聖誕快樂 就是讓我們用 最喜樂的心情 分享著 我們信主的喜樂 聖誕快樂 就是把主的恩典 帶到很多很多 迷途的高粱上中 讓他們以最快的速度 有最真誠的心 來到主的殿堂當中 因為人生 有很多的不測 人生 誰也不知道 下一秒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生命是短暫的 但是信主 信主之後 我們的生命 就有了永恆 因為基督耶穌 祂的死而復生 祂就能讓我們得到永生 入體的死亡 就是心靈的永生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在我們有限的生命裡面 要創造無限的奇蹟 用我們每一個人的嘴巴 只說讚美的話 傳達神的祝福 弟兄姐妹們 在這裡 用我最最真誠的心 祝大家聖誕快樂 謝謝 非常謝謝愛美君的見證 我真的很希望每一個人 今天的過聖誕節 與以前的聖誕節 與以前的聖誕節的不同 因為今天 今年 我們會得到 上來的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祝福和希望 現在是報告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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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